多肉在养护当中有时候会碰到叶片自己就会脱落 或者一碰就会掉的情况 发生这种现象可能一种原因 一个是养护多肉过于干旱 你多肉是耐干旱的植物 但是在生长过程中也要求土壤有一定的含水量 如果土壤完全失水 多肉就会通过脱落叶片的方式来保存自己 第二种情况是水大烂根 根细数的伤害之后 多肉也会出现叶片脱落的问题 第三种情况可能会发生了黑腐病 这种情况也有叶片脱落 但是发生黑腐病的叶片脱落 叶片往往有一些病变组织明显 出现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对发生黑腐病的叶片 要进行彻底的清理 远离我们养的多肉 防止它进行传染 同时喷洒一些杀菌剂 对土壤和蜘蛛周围进行药剂的消杀 这是多肉植物 叶片脱落的三种可能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